我們以這個凱燕COOP來說 它的不同的動力到最後的售價 我們可能會瞬目節省 一台凱燕COOP 它可以到達近千萬的售價 就是今天來到現場的這一台 凱燕TURBO COOP 到底有多驚人 我們這樣講 其實凱燕COOP 它有一個基礎車價 它其實基礎車價 相對起來算是還比較親民一點 當然是以1000萬的角度來看 它是368萬 368萬 但是我們知道保時捷 但動力已經就340匹了 保時捷基本上沒有慢的車 它最入門款340匹 再上去是凱燕S S的話動力一下就又跳110匹 到了440匹 對 但是它售價就要多100多萬 但是它再上去 我們知道說現在保時捷的動力等級 以前我們是想說 引擎有TURBO跟沒有TURBO 但是現在TURBO這個字 對保時捷來講 它是一個性能等級的一個標示 這一台是凱燕TURBO 它這台車是550匹 標準車價是多少 70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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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好不容易存了703萬說 終於我們來買一台凱燕COOP TURBO 好不好 應該買不到 我突然之間斷地了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看到了它的選配表 觀眾朋友 這台車選了很多的好料 結果這樣一排下來選了250萬 我必須要講 就是口袋深度限制我的想像力 你自己去尾數 因為我們都會想說250 就講250 其實是200 不是嗎 257萬8千 所以這台車 現在的車價是960萬 再加30萬就可以買什麼 就可以買到烏烏斯 但是烏烏斯 我跟你保證你也買不到 你也不是買1000萬的 因為你又有選了300萬 好 我們剛剛一路這樣講下來 先從價格談起 觀眾朋友可能覺得春暮節舌 但是Bob哥 既然我們再講說 Curb出現了 然後原來它也有最原始的凱焰 請問一下就定價上 是不是這種美杯造型的 它通常都更貴一點 通常個性化 性能化 在車廠裡面 它代表的意義就是比較貴 但是我認為這台車 我們如果先不講這台頂級動力 我們講 最入門的 最入門 368 它是不是一台可以值得入手 而且你不要選任何配備 我覺得可以 如果你去跟車廠選配的時候 一項一項勾的時候 假設你勾了50萬 如果它車廠是打包起來 一整包就有點像麥當勞選套餐一樣 所以比較便宜 它大概只有半價 好 所以凱焰Coup 我們現在講原始車型 不是這個最頂規的 凱焰的Coup跟原來的凱焰 它在入門版當中 它車價實質的確有比較貴 但是加了哪些東西 讓Bob哥覺得很滑 第一個 它標準就是20吋圈 好 全加大了 全加大了 你知道全都很貴 很貴 然後它有主動式懸吊 就PASM 然後它有全景的玻璃天窗 跑車技是套件有嗎 有 跑車技是套件的標配 這樣加起來 如果在原來的凱焰裡頭 要選這一配備大概要選50萬 但是它把它打包起來 放在Coup的車型上面 20幾萬 那就是你說的漂亮的價格 所以它是一台 可以不用選任何配備 我覺得就算是可以入手的車 但是 但是 又有但是 因為我們知道說 保時捷裡頭 除了白色跟黑色之外 所有顏色都要加錢 只要是有顏色的 就算不是特殊色 金屬漆就要加錢 368你只要加一個車色金屬漆 就要5萬 6萬 貨了370萬又要加車子稅 加車子稅 所以你只要選了一個 大概3萬塊的配備 他就跟你說要加33萬 所以如果你加了一個車色5萬塊 你要加35萬 是這個意思 好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當然覺得 因為保時捷 凱焰賣得很好 路上能見度極高 但你會發現 真正懂的人 他大概看那個車就知道 其實它的價格落差是很大 你一看到那個車 你大概就知道 大部分車都是400萬以上 因為基本上都往上跑 我們來看側邊 因為剛剛有提到的 這一台車選配的價格非常驚人 其實很大一部分也在這裡 250幾萬 當中的50多萬就在這裡了 對 第一個是陶瓷煞車 這個陶瓷煞車就快40萬了 所以這個是 然後又放大框到22吋 對 到22吋 所以在整個保時捷的 選配體系裡面 這個如果你買了700多萬的車 然後性能那麼強550匹 你跑得很快 你當然希望它安全 安全 煞得住 所以選這個陶瓷煞車 它這台車的線條真漂亮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保時捷雖然它保留 原來的經典造型元素 把它做成休旅車 你還是看得出來 它是一台保時捷 但是大家就覺得說 好像有點怪怪的 因為就是硬要把這兩個 不同的取向把它融合 但是這台車基本上它是線條 非常接近911的 911有一個叫做 我們講說它的整個車身的 側面線條是最斜的 其實反而是擋風玻璃 因為從引擎蓋一上來 所以你看它的A柱變斜了 它其實是有一個往上拱起 然後後面再慢慢往後 其實這個基本上 這是一個經典的保時捷911的 經典的輪廓線 而且我記得那時候 Panamera認識的時候 大家也覺得 它其實還是保留那種 跑車一樣的元素 所以其實我在第一眼看到 PanCoop的時候 我會想B柱後面 其實也還滿像Panamera那樣的元素對不對 但是有些朋友當時就已經覺得說 他當然想要買凱燕 但是又覺得凱燕已經到第三代 新鮮感稍微弱一點 出了Coop 他覺得說這凱燕Coop好像很值得買 但是他又想到 有沒有影響到承受空間 他如果買的時候 他有可能要再家人 然後他就想說 會不會又買了自己開起來很過癮 結果都被老婆小孩 請問一下保溼街如何解決這種 因為線條可能影響到 頭部空間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可以這樣看 中央你坐看看 我坐進去 好 其實還不錯吧 對 其實我們這樣講 因為這種跑車化的這種SUV 從X6開始到現在為止 已經十幾年了 當時X6其實就是被人家 被人家詬病他的頭部空間 後座頭部空間 但是你想 這一台凱燕Coop跟凱燕 基本上同底盤 但是如果把兩台車拿起來比 這一個座位的著作點 就是一個明顯的差異 因為他把這個座位的 降低了 所以就讓你的頭部空間 變成很有餘裕 所以坐起來就很舒服 其實坐起來你會覺得 空間其實滿大 就是他這台跑車 但是後座的乘坐空間 像一台轎車一樣 其實很舒服 他有很多的舒適套件對不對 例如說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車門這裡 它是有一個電動的遮陽臉 對 你看這是一般車窗打開 中椅因為是巨星 所以這個窗戶搖下來 跟大家打招呼 但是如果要走 要離開的時候 你還是希望保有一些 這是一般把窗戶關起來 保有一些隱密性 深色玻璃 這個有選格的玻璃 而且這是隔音的 這個隔音效果是特別好 是雙層的 但是它也 再按一下 這一般來講 我們講說會在7系列 S-Class或Paramera才會有的 它把這個配備 放在凱燕Turbo上面 其實我覺得這不錯 對 因為車主其實大概想說 我這台車要選好選滿 你大概什麼都可以讓我 對不對 滿足需求是最重要的 對吧 好 我們再看 因為後面坐點的降低 真的凱燕Coup的整個頭部空間 在後座表現其實還不錯 還不錯 好 我們繼續再往車尾來看 行李空間的部分 其實它比起一般標準版的凱燕 是有小一點點 但是影響程度不大 對吧 對 其實車尾可以看 你會覺得說比起原來的凱燕 真的車尾的線條漂亮好多 它就還是有跑車的味道 我們一直擔心說 會不會變Coup之後 線條好看 但是空間就犧牲了 其實在如果你看原廠的數據 其實它的行李箱空間 大概只差50公升 另外其實在很多保時捷的車款 在這個後座的行李箱隔板 下方其實都可以運用 這台車因為它也選了 頂級音響 所以你看它的空間就 這個頂級音響升級 也要30萬左右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音響主機 就放在這裡 所以它在空間 但是它還是有一些空間 因為現在都不用備胎了 其實Bob哥從剛剛一進到車內 就開始不斷的拿著 手上的那張選配表 再幫觀眾朋友研究 如果你買一台凱燕客 你選什麼樣的配件 不會有奢侈稅的問題 你有選到嗎 如果你是買368 然後你想要選一個配備 然後不會過 Bob可以超過2萬 對 有 這台車上面有一個東西 是什麼 是在這一個 你看這個好漂亮 中控扶手上面 對 你說這個標 對 一萬九千七 其他的任何一個一項選的 都要破奢侈稅了 例如這個空氣清淨機 我最近覺得這個好好 對 這個其實蠻好的 其實有空氣清淨功能 它等於有一個負離子 這要2萬多 超過 超過 30萬 32萬 超過 所以真的 我們就在想說 選車 然後你希望可以符合那種質感不凡 真的 我們多半都是要付出相對代價來換得 對不對 例如這個跑車計時套件 它長得跟一般也不一樣 它變成一個羅盤 勢必也是選配 因為這台車是選了越野套件 所以它把一些 原來跑車計時套件 你比較熟悉的指針的功能 其實有一部分要移到這裡來去顯示 在你前面的儀表這裡 基本上我們坐進來 這是一台 其實它的儀表的介面 其實跟凱燕很接近 那一方面它車子比較大 所以可以保留原來保時捷傳統的五環表 中間一定是轉速表 現在的新世代的保時捷 一定它的中控的佈局 一定是有一個非常大的螢幕 12.3吋的觸控螢幕 這個下方基本上都變成是全觸控 如果我們把紅火關掉的時候 基本上就會按掉 它是看起來完全看不到任何的按鈕 就像鋼琴鏡面這樣 但是這個的操作上面來講 有些人不喜歡觸控 因為觸控有時候 你的力道回饋上面來講 反而不知道按到什麼 但這個都是含了力道回饋的 正好 其實還不錯 那凱燕我們都很喜歡的是 這個把手 這個把手 對不對 從第一代就有了 對 在Mercane上其實是沒有的 這個把手 當然我們一般想像會覺得說 如果你今天是 這個是有越野功能的 如果越野的時候會晃來晃去 你有這個把手 避免在車子裡面會裝到頭 但是如果你今天在山路開很猛 這個其實也蠻好用的 它550匹 它可是像保時捷跑車一樣的性能 對 然後今天如果是中椅開 然後我坐在旁邊 你一定會裝把手 對 然後我一定要抓住把手 然後輪胎就會 然後我這樣才可以握著 但是這個時候我覺得 它有這個跑車座椅很好 對 因為保時捷的車 基本上座椅會這樣分 如果比較入門款當然是 比如說它就是標準座椅 14項通常講叫做舒適座椅 這個是18項 這是跑車座椅 對 這個跑車座椅當然因為它是 凱燕Turbo 它是標配的 介紹這一台車裡面 你一直不斷的聽到 這個在選配 這個在選配 為什麼要一直強調這麼多的選配 其實我覺得某個程度它反映出 你在外面看到的 你可能覺得就是 數量也很多的車款 它有可能車主們很在意 它是不是獨特的 所以透過這些選配件 其實你不一定能找到 兩台一模一樣的車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車主們 他們願意選擇 然後願意花錢的理由 就是我有自主做主的空間 當然就是也要付出 比較高的車價 我們看到這個市場的豐富度 就是這樣的對不對 謝謝 謝謝爸爸哥 謝謝 Unfortunately 我們 Family 好朋友